截至9月4日,战狼2中国内地票房突破55亿元 在影片热映期间,北京万达传媒有限公司、分众京视广告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 联名发出声明函,称战狼2在影片母盘中,强行搭载5条预告片而不支付费用 严重践踏影院广告代理方的合法权益,将通过法律方式进行维权 声明中指出2011年9月颁布的行业自律规定,5分钟贴片时间属于片方、发行方 但广电总局2011年底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制片发行放映 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又指出,待制片发行放映利益调整到合理水平后 电影院广告放映经营权逐步回归到电影院,制片方不再经营贴片广告 由于相关政策指导并未明确时间,贴片广告权益的归属依旧处于模糊地带 在中国电影市场萤幕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,贴片广告基本是片方、发行方把控 然而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指导意见发布后,影院经营方认为贴片广告将由电影院来运营 据美京影视记者调查,目前多数国审片的片方、发行方便未在母盘贴商业广告 但一般母盘仍会有不同时长的电影预告片,且占据了部分贴片广告位 这也让影院经营方无可奈何